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 向风而行 番外之消停 第79集 中秋 顾难停 我们分手吧 好 OK 过了 辛苦大家 真的吗 我看看我看看 陆航今天补拍公司宣传片的缺失镜头 其中有一段是女妃代表程肖工作生活全线条的缩影 拍了停机屏和驾驶舱里的一些画面 还有一纸下班后 奔向生活的航班楼里的一段拥抱 其实拍摄那段的本意并不是这样用的 本来也没有顾难停 总而言之机缘巧合 最后决定这样用了 就需要补拍一些不同角度的镜头 在这段里 镜头是对着程肖的正面 其实看不到对手的脸 但为了避免身形 感觉什么的不一致 徐策还是让顾难停去做这个工具人 补拍当天 顾难停比程肖晚15分钟到达西三纸廊 他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主要就是站着 他到的时候 程肖正蹲在导演身边 刘海上还卷着一个粉红色发卷 聚精会神地听导演说话 我们到时候有两个机位 要补 一个只拍光影 一个是在你的正面 就是上次 哟 你男朋友来了 导演不认识顾难停 单纯用拍摄片段里的角色名代替 拍摄很顺利 有了上次的经验 跑了三遍很顺利地过了 这个傍晚的镜头刚好也是全天的最后一个镜头 公关部的部长过来 邀请拍摄团队一起吃饭 顾部长一起吧 对啊顾教员 来都来了一起呗 程潇边给自己套上外套边邀请到 陆舟的秋天微凉 为了拍摄效果 宣传片镜头的设定在春夏 穿了短袖 要用外套把自己包住 拍摄团队和参与演员都是年轻人 聚餐直接订在了串串店 除了他们这组 基本上有空的参演人员都来了 一桌十人的长木桌分了三桌 谭部长和顾难停与拍摄团队的人 坐一桌 程潇也在这桌 导演谈起拍摄 直夸程潇以后 如果不开飞机了 还能做演员 你们这表现力跟专业演员也差不多了 忽略镜头 不像演的 才是好片子 嘻嘻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对吧 男朋友 程潇撞了撞身边的顾难停 也是对手跟他默契放心 才能不顾技巧地跑 后者只摇摇头 没有说话 聚餐结束离开串串店 大家三三两两地告别 两人住得近 程潇自然打算蹭顾难停的车 两人走向同一个方向 刚刚店里热 程潇把外套脱下了 如今走到室外 他也只是把衣服搭在肩上 外面冷 把衣服穿好 正在回复手机微信的程潇抬头 接收到对方关切的目光 之后从善如流地把手伸进两只袖子里 两人来到车子旁 开锁的按键还没按下 程潇突然来了一句 顾难停 我们分手吧 每一个字都听懂了 一整句话却无法理解 顾难停消化了五秒钟 艰难又实在地问 什么 程潇原本严肃的脸在憋不住笑 坦诚道 开玩笑的 虽然只假装了一个小时情侣 还是可以好好道别的吗 刚刚夏至给他发了今天的花絮视频 说是程务员的群礼都转了几轮了 都是夸顾难停身世礼貌又体贴的 微信不服气地回过去 顾难停只是站在那里扶他一下 明明他更努力好不好 看向眼前这个受欢迎的男人 忍不住逗他一下 程潇拉开车门发现拉不动 又提醒道 开门啊 回家了 一个人回到家里 顾难停脱下智能手表 今天一次两次的心跳超过正常水平 需要心平气和 男朋友这个词 已经很久没有人用在他身上了 很久很久 分手这个词更是从未听过 原来这个词 真的会让人心痛 宣传片的点击率非常的好 程潇的女妃形象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女性职业代表 被反复讨论 临近中秋 公司搞了一个在航站楼直播的活动 从早到晚 除了推销陆航周边 也推销鸡酒套餐和联名的月饼 主要由公关部专业的主播接力来播 下智就算是其中一个 同时也拉了客舱部 几个像李宇恒一样漂亮亮眼的小姐姐穿插着提高人气 宋宋是接了任务去给下智送物资的 结果也被他拉到了镜头前面 而作为宣传片的红人 程潇一下飞机就收到下智无数个未接电话 催促他去现场 重新化了妆 换上之前发的一工队的陆航T恤 程潇来到航站楼出发厅 李远就看到美颜灯前的下智一个劲儿 靠着嘴皮子疯狂输出 宋宋站在后半个身位弱小无辜又可怜的充当工具人 拿着一盒联名月饼完全插不上一句口 下智看到他 把宋宋往镜头跟前一推自己溜到他面前 萧萧你可算来了 我嘴皮子都说破了 宋宋就指望不上下智理直气壮地吐槽着 本来就是来义务帮忙的宋宋 此时 他正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笨拙地查看成分表 应该是要回答网友问题 谁能比得上我们下大主播呀 我先给你打个底 我也没做过直播的 没事 咱主打一个亲切 不说敏感词 总之你就跟着我就好了 下智拉着程潇就往镜头前面去 程潇一直觉得下智是个特别靠谱的人 每个人都在自己专注的领域上发光 事实证明 程潇是个学什么都很快能上手的人 经历了前几分钟的适应期 程潇很快就能在镜头面前侃侃而谈 跟下智一唱一鹤 对答如流 宋宋终于被放了去吃饭 他们这场直播虽然主要是带货 但也没有太专业的硬指标 陆航那段新宣传片有不少网友看过 看到程潇在问一些飞机问题 他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程潇是一下飞机就过来了 这会儿还没顾得上吃午饭 拆了一个样板的月饼来边吃边介绍 味道还不错 不多时 宋宋回来了 换程潇去吃饭 而下智则要等下半场的专业主播来了 才能换下去 我刚在饭堂遇到南亭哥给你打包了 在那边宋宋拉着程潇远离麦克风 程潇顺着送送纸袋的方向往后看 顾南亭正坐在一个旅客的休息位置上 开着笔记本电脑 身旁放了一个打包盒 程潇拿上刚刚自己切了一半来吃的月饼 郑重地拍了拍送送的肩膀 谢了 当天晚上 顾南亭回秦玉华家吃饭 饭洗间 收到程潇拍的一张照片 说今天直播的月饼公司 又多送了他们几盒 叫他去他家里拿 放下筷子认真端起手机 回复说自己今晚会很晚回家 不用等 咻 随着轻快的信息发出提示音 顾南亭熄灭手机屏幕重新放下 翘起的嘴角掩盖不住心情愉悦 秦玉华瞥了他一眼 说 我看了你们那个直播 你也去了 妈 那是个直播事故 他本就不该入镜头 程潇和他都以为自己 在背景板的后面 谁知道竟是刚好在边缘 好在下至提醒得快 画面应该没有播出去多久 顾南亭想起今天中午 程潇得知他们两个入镜后 平静淡定地回来提醒他 往边上挪几个位置 他弯下腰收拾盒饭 同时跟他说话时离得很近 头发差一点就能擦过他的脸 这让顾南亭有些愣住 这程潇这女孩子 开飞机厉害 直播也不怯场 不错 回过神来 这是秦玉华第二次在家里提到承销 上一次还是演讲的时候 妈 你想说什么 我还什么都没说 你别紧张啊 秦玉华放下用好的碗筷 办事取消办事 无奈地提醒我听你说过 她好像是一个人在鹿州对吧 嗯 是的 顾南亭重新动起筷子 但加不上几粒饭的假动作 更加暴露她的紧张 妈妈是想说 也快中秋了 有空可以请人家 到家里来吃个饭 妈也想见见她 上次去西安的航班 你们不是见过了吗 这怎么能一样呢 不再折腾碗里的饭 顾南亭听懂了母亲口中的 不一样 自从秦玉华上次跟她说过那番话 顾南亭回家以后 确实是想了的 但她确实没有想好 她喜欢平稳可控 而承销却像一朵千变画万的云 总能一再在她平平无奇的航线上 制造颠簸 南亭这么多年了 你也可以试着改变一下 罗毅去后 秦玉华基本上都没有催过顾南亭 但这个女孩她不一样 秦玉华也希望顾南亭可以向前走 可以幸福 沉默不是逃避 对待感情 顾南亭向来慎重认真 千回百转之间 她决定顺从自己的心意 妈 有机会的话 我问问她 第二天 顾南亭去了公关部 就前一天的直播事故 赴金请罪 顾部长说笑了 市场部那边反馈数据 你们这一出镜 月饼的销量都上去了 后来 在陆航相关话题的微博和论坛上都有零星的讨论 还有人截了图 评论基本都是说 机长姐姐在镜头前顺走给男朋友的 说明是真的好吃 宣传片中那个镜头 本就是他们两个拍的 这次无意间被自来水观众炒作一波 能在航空公司这种相对比较慎重刻板的平台上磕CP 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顾南亭看着谭部长递过来的微博实时 表情为难 居然短短几分钟的镜头这么多人讨论 顾部长你不用担心 我们会有人一直盯着于晴 目前评价都是好的 成机长那边也说了不介意 谭部长 这件事情还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或许需不需要我 哎 顾部长 你想太多了谭部长做了公关很多年 自然比顾南亭有经验镜头上 你们只是在机场吃了个打包的盒饭 其他的都是网友自己脑补的 没必要刻意解释 过几天就没人讨论了 放轻松 回飞行部的路上 正好遇到过来公关部继续配合工作的承销 顾部长 下下说我带货带得好耶 承销一上来就先邀个宫 昨天是他第一天参与直播 没想到这么多网友认得他就是宣传片里的女妃 除了下单支持还一直鼓励他坚持理想 谭部长也说了数句不错 继续加油 顾南亭的夸赞总是含蓄吝啬 承销不满的扁嘴 他说句好听话怎么就这么难 你想夸我就不能好好说 对了你怎么在公关部 没什么跟谭部长交代昨天的事 怎么 顾部长很介意 没有 是怕对你影响不好 我有什么影响不好的 还是说你怕我挡你桃花了 承销往前走了一步 走廊的空间让顾南亭觉得局促 不自觉的后退半步拉开距离 顾南亭清了清嗓子 不说这个了 我看了颁表 你中秋正日是在鹿州 对 有什么问题吗 承销眼神明亮的直视着顾南亭 让他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心理准备 又不知道哪里去了 避过他的注视 找回声音 顾南亭试探着开口 我妈 嗯 我妈说 中秋你如果一个人 不介意的话 不介意 顾南亭还没说是什么事 承销就把台词抢前一步去 是不是秦阿姨想见我 当然不介意啊 我也可想见秦阿姨了 我是不是得准备点礼物啊 秦阿姨喜欢什么 承销比顾南亭原来想象中的 要高兴兴奋 他本来以为他还需要考虑 没想到不仅欣然接受邀约 还表现得十分期待 不用这么隆重 我妈很随和的 当然要啊 你要带我去见阿姨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此时有人路过 叫了一声顾部长 让顾南亭立马严肃起来 在公司呢 严肃点 试试试 回家再说 接下来的时间到中秋之前 承销都有抽空参加公关部的直播 顾南亭偶尔有会点开公司的直播号 几场下来 女孩已经相当熟悉技巧和流程 在镜头前跟夏至一唱一鹤 取得了不错的销售量 直播商品除了月饼 还有陆航文创 其中包括一对情侣款的领带加加胸针套装 这个切割面它都是用到了一个弧面形的切工 做到跟水晶一样透亮 夏至边介绍产品边看弹幕试一下 我们穿着T也没法试啊 你看这个就是别在领带上的效果 夏至叠叠不休的输出 又时不时拿黑领带配合展示 承销正在悄悄夺揽放松 分神期间突然被Q 让男朋友试一下 哪来的男朋友机长小姐姐的 Q你呢萧萧 这已经是直播的第五天了 还有人对顾南婷念念不忘啊 甚至每天都有人来打卡问 承销集中回精神看弹幕 轻松地接受这一周来的人物设定 拿起一个领带加 承销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回应行啊 今晚回去给男朋友试试 他又直了直升看直播谈评 看到一般Q顾南婷的网友 也对 看不真切的帅哥机长 确实很有吸引力 只是这个卖点 就要一直保持神秘了 他不来 他不来直播哈 什么等反馈 你们买回去自己看 就是这样一对的 配西装多好看 男款女款都好看 这都是我自留款 怎么不能来 兴奋走过路过点个关注啊 我们除了有中秋的特色文创 日常还有鸡酒套票和文旅产品 都十分优惠的 办公室里抽空看得顾南婷 退出直播间 自觉握在手心里的手机有些发烫 他知道承销的话是顺水推舟的直播效果 也清楚男朋友 这个标签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就是个误会 没人会当真 但他还是忍不住 被承销的一句话左右情绪 滋长期待 中秋当天 走了 走了 小姐拜拜 拜拜 中秋快乐 中秋当天是法定假期 但飞行员比平日还要忙碌 他们要送千千万万的人回家 承销路舟往返深圳两段 不够时间回青岛 好在下午就能下班 机组和乘务组三三两两走出通道 今天大家都比往日多了几分归心四见 萧姐今年中秋又坚守岗位 真是我等楷模 跟他前后脚航班出来的宋宋边匆匆越过他 边竖起大拇指 承销在货运部的时候 也总是主动承担节假日的飞行任务 虽然说有加班费 但那也是少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你跑那么快去哪呀 承销的语速快跟不上宋宋的部速 他也不是陆州本地的 跑那么快干嘛 夏至还在楼里直播 去晚了他得揍我了 原来 夏至是送送归心四见的理由 除了回家的 还有去快速约会活动的 洗手间里 齐玉换了衣服正在补妆 身边一个乘务员羡慕地说着爷鱼的话 齐玉姐 狗富贵物相望啊 瞧你这小嘴说的 只是去交交朋友 听说这场门槛很高的 学历相貌职业少一样都不行 不然你以为姐随随便便能参加吗 承销也刚好进来换衣服 从隔间里出来 走到了洗手台前 镜子里齐玉突然关心一具 成机掌中秋节有什么安排 航班下来细心打扮 大多就是有约 有安排了 不劳费心 承销心情很好地硬着 先他们一步走出洗手间 同一时间 顾南亭穿着西服 打着领带 在通道尽头的旅客休息一坐着 膝盖上 还放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处理工作 齐玉看到 低头整理头发准备过去打个招呼 然后看到刚刚比他们快了一小段距离的 承销镜直加速小跑冲向顾南亭 后者起身 结果因承销小跑带来惯性而往前冲的行李箱 小心点 你还换衣服了 承销穿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 打底 适应天气 还外搭了一件黑色休闲宽松款的西装外套 黑色底色 下外套上那个银白色的小小装饰 特别亮眼 鞋子也换成了更自在的马丁靴 我看还有点时间吗 久等了承销毫不吝啬地展现他的好心情 他的目光落到顾南亭的领带上 深蓝色的底色也让人很难忽略上面的银色装饰物 他真的用了 即便明知道是一对的 晚上跟秦阿姨去哪吃 此前承销就问过需不需要预定 顾南亭说不用 他来安排 安排到今天 只说会过来接上他一起 也没说过去啊 这似乎是让人有些为难的问题 顾南亭慢下收纳笔记本电脑的动作 回避眼神 一般过节 我妈都喜欢在家里 自在些 家里 这就直接回家了 迅速离结转化了他的话 两手空空的承销无意识地握住自己单肩包的链子 一只脚脚尖点地 歪着头兴奋中带着期待 还有一点点紧张 嗯 菜买好了 月饼也拿了 我妈在等我们 顾部长安排得真好 走吧 有远即近 齐玉听到了部分对话 心下疑惑依然维持表面标准的笑容 快不朝即将要走的两人追了上去南亭歌 中秋节快乐 见到同事 顾南亭又端回部长的架子 淡淡的应道辛苦了 节日愉快 承销看看这边 又看看齐玉 顺势又故意的轻轻挽上顾南亭的小臂催促我们先去水果店 走了 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承销来拜访秦玉华 不得不说 对于调戏地主家的好儿子 这种是仅限于在地主家的好儿子面前 真的来到地主家拜访 承销也会紧张 毕竟是拜访重要的长辈 但这种紧张在到达秦玉华家里之前就消除了 因为他发现 顾南亭比他还紧张 顾部长 哎 你就只是回家你紧张什么 没有啊 没有吗 别捏这桃子了 就买这些可以了吧 再捏老板要赶我们了 提着滚栏镜屋拜访 秦玉华和善 知道承销 一个人在路周过中秋心疼地说 一个女孩在外真不容易 承销着 开朗地映着这里有很多朋友照应过得很开心 顾南亭插不上嘴 看他们相处融洽放心地到了厨房做饭 南亭的那个演讲我看了 我知道 有你一份功劳不知不觉间 两位女士聊到了 这其实算是第三次见面 没有没有 都是顾部长讲得好 我后来听说 您是一位女工程师 真的非常了不起 也正因为如此 我知道你 一定很不容易秦玉华握住承销的手 正因为她自己也是在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工作 更加知道女性要出彩就要付出 比男性更大的努力 克服更多的羁绊 看到屋子里摆放的顾南亭父亲的照片 又聊着聊着提到这个屋子里的人都和飞行有关 是缘分 也是必然 来 进来看看 哇 这么多飞机模型 聊到飞行 聊到飞机 秦玉华引着承销来到一个房间 是一间简单的卧室 在门口就能看到最特别的是一整面墙做了一个快到屋顶的装饰柜 里面放了许多飞机模型 很多都已经有不少的年份 这是难停的卧室 他偶尔会回来住 承销礼貌的在门口张望 没有往里走 卧室整体风格是暖木色 跟他现在看到他五楼阳台那冷调风格不太一样 顾部长的藏品果然不同反响啊 喂 那支应该是私人定制的承销指着其中一个飞机模型 上面手写了文字 Captain 顾 还有一个日期 研究过顾南亭飞行日志的承销当然知道 那是他放机长的日子 是倪战送他的 你也认识吧 当然 咱们倪总 够心灵手巧的 他们认识了很多年 感情很好 晚餐时间 没想到顾部长开飞机厉害 收集模型厉害 做饭也这么厉害 在承销一连三夸 今天听跟秦玉华交流 了解到了顾南亭很多在工作中不会表现出来的一面 如今一桌的佳肴上桌 承销发现自己之前更是低估了顾南亭在做饭上的造诣 他平时这么喜欢在饭堂吃 不做饭 真的是浪费了 喜欢吃的话 以后让南亭给你做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熟悉 本来就倒戈的秦玉华做起 坑自己儿子的买卖 妈 说什么呢手中正倒着的可乐抖了一抖 泛起跳跃的泡泡 我的意思是 你们两个住对门的 有空能搭个伙 你想什么呢 顾南亭家菜眼是尴尬 说不过就默默给两位女士都加上一筷子菜 承销看他们母子的互动 主要是看顾南亭不自在的样子 真的很有成就感呢 承销双手端起桌上装了可乐的玻璃杯 由衷地感谢道 谢谢秦阿姨和顾部长今天邀请我来 来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秦玉华的家是一个两层楼的小平房 外面是几家人公共的院子 初秋的风拂过 很清爽 饭后承销收到了一个视频电话 沙发上的她 回头看了看在厨房里的母子 只身出门到了院子的树下去接 手机举远 展示笑容 爸爸 中秋快乐 萧萧 中秋快乐 镜头那边的人在家里 除了自己占了三分之二的大头 还能看到边缘上 被她尽力拉劝着的女士通了通了 小云你也跟萧萧说说话嘛 喂小云你别跑啊 承后尘的隔壁没了人 她又转回视频上 一如既往地叮嘱承销一个人在外面 要好好照顾自己 承销乖顺地听着 偶尽也打几句 嘱咐爸爸照顾好自己 承后尘又说了一些话 而后神神秘秘地压低声线问她 萧萧 你偷偷告诉爸爸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没有啊 爸你从哪里听说的 是你妈妈说 看到了你们直播那个 那个什么讨论的帖子 就是说你男朋友的 那个直播事故虽然被网友截出来 讨论了几句 但陆航的直播号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号 影响范围始终有限 方金云能看到 必然是有日常关注到陆航的相关论坛或微博 方金云口里说不关心她 做的事却都在关心 没有爸爸 那是个节目效果 假的承销没有过多解释 哦 这样啊 你这是在哪呀 吃饭了吗 承销的背景有些昏暗 呈后尘不自觉地靠近镜头 没什么变化后 又拉回正常距离 我还在外面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放心吧 我寄回去的月饼收到了吗 收到了收到了 你妈妈嘴里说不吃 我今天看啊 少了一块 好吃就行 陆舟现在天气也凉了吧 你要注意保暖啊 看你还穿短袖 冷不冷啊 也不用往家里寄这么多东西 你自己够不够啊 有没有啊 外套 他刚在屋内脱下了搭在沙发上 陈后尘 这么一说 外面还真有点凉 多着呢 除了公司的中秋慰问品 公关部还给我们 做直播的额外送了节礼 那个吧 我还在外面 行 那你照顾好自己 中秋快乐 潇潇 中秋快乐 爸爸 帮我跟方律师问好 拜拜 晚安 挂断电话 承潇一直绷着的笑容松垮下来 承潇已经好几年没有在中秋正日在家过了 除了中秋 还有春节也一样 这种日子 总免不了要亲戚聚餐 几乎每次她的职业都会被拿出来夸 女飞行员在国内 那本就是一个顶尖的存在 而几乎每次她的年龄都要被拿出来踩 还有各种现场要介绍相亲的 这是方律师两个最在意的死穴 在亲戚面前不好发作 总是回到家后激发矛盾 久而久之 承潇就主动在节假日承担飞行任务 给自己找不回家的借口 可古人也说 每逢家节背私亲 匆匆挂断电话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承潇也只是个普通离家的女孩 哪有不想家的 尤其是今晚秦玉华带她 就像一家人一样 更勾起了家里的回忆 对着大树任由眼泪往下掉 谁还不许任中秋节想家了 吸溜了几下鼻子 后头有人从侧后方递来两张纸巾 承潇用手草草擦了两下下巴 赶紧转身 身后站了一位比她矮半个头的阿姨 姑娘 你是南亭他们家的吧 话不能这么说 但是她一个陌生人 在这个几户围起的院子里 确实只有跟她家挂钩 阿姨 嗯 我是她同事 怎么哭了 想家了 嗯 带了哭腔 承潇大大方方的点头 你是哪里人 青岛 别哭了 你们坐航空公司的坐飞机还不容易 让南亭陪你回家 明天就回 承潇被扑刺一下逗笑 虽然说他们的行业确实比其他人有优势 但也不能说回就回 怎么了 没事吧 他们聊天期间 顾南亭拿着她的外套出来找人 靠近了才看到承潇在哭 她眼睛和鼻子都红红的 在昏暗的灯光下更让人心疼 怎么了 她又问了一遍 把手里的衣服搭到承潇的身上 还认真地拢了拢 本来已经止住眼泪的承潇 被她这么关切地疑问 又有些难受了 咬着下唇憋着没说话 小姑娘想家了一旁的阿姨替她答话 良姨是看着顾南亭长大的 熟悉得很 还不留情面地补了两句个人见解 我说 你中秋也不陪人回家 一个人在外不容易 你也不知道关心体谅 顾南亭无从解释 干脆接受批评 应下任务 知道了良姨 我会注意的 良姨走了 承潇深呼吸几口 调整好自己 再次开口已是正常语气 抱歉 一时感慨 但是阿姨好像误会我们了 要不我去解释一下 把手里的纸巾团做一团 承潇用手扇扇眼睛 遗落的泪珠困在原地 没事 不用顾南亭回答得干脆 眼泪是擦干了 但眼睛还是红的 女孩安安静静的 男人就陪着一起在院子里待着 抬头赏月 感受一把孤人的浪漫 地上的月色 比不上航程中的明亮清冷 大气的滤镜 倒添了一把人间烟火气 又一阵风吹过 扰乱女孩不听话的头发 男人看着无定焦距的别处 思考后对女孩说 国庆估计得满飞 后半月的颁表 我帮你空出几天 想家了 就回家看看 顾南亭这话说得温柔 且小心翼翼 好像担心自己会说错 什么话成消的眼泪 又要落下来 顾部长要陪我吗 顾南亭还在想着忘记 怎么帮她挪时间 女孩突然地邀请 又让男人的思绪 全部清空 朦胧的月色之下 眼里心里 只剩她这一句邀请 如同她对她说分手的那天晚上 顾南亭的心跳 不用看智能手表 也知道已经超出正常范围 换回理智 认真又诚恳地问 什么 你刚刚答应 梁阿姨的承霄转脸 向梁阿姨家那边点头 承霄说得单纯真诚 一时间顾南亭分辨不出 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她能分辨出自己 希望是哪个答案 还没等顾南亭 想好怎么回答 不远处传来秦玉华的声音 南亭 承霄 上哪儿去了 回来吃月饼 来了 阿姨 没有等她的答案 承霄率先走在了前面 手掌大的双黄白莲蓉 月饼被分成六小块 一家人围在饭桌前 放纵自己一天 对抗糖分和卡路里 你们那个直播我也看了 就是这个月饼吧 秦玉华把蛋黄很大的一块 给了承霄 就是这个口味 但当时是迷你版的 顾部长也吃了 好吃吧 两位女士聊天总能带上她 以为没自己什么事的顾南亭 老是点头 眼睛聚焦到和月亮 同样圆满的咸蛋黄上 又想起承霄刚才的话 但是这口味对你 偏甜了吧 秦玉华 了解儿子 他不怎么吃甜食 月饼都差不多吧 甜是甜 是他久违的 喜欢的甜 甜吗 那开这个试试 这款是黑芝麻的 应该不甜吧 承霄认真听了 秦玉华的反馈 拿起桌上 另一支月饼 看成分表 外面的院子传来小孩子 打闹完灯笼的声音 热热闹闹的 里面的人 时儿围在餐桌 时儿一起看中秋晚会 温馨和睦 晚上九点半 承霄告辞离开 秦阿姨再见 中秋节快乐 不用送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中秋节 你多陪陪秦阿姨吧 承霄晚聚故 南婷想跟她一起出门的意图 刚刚聊天有说到 节日没有飞行安排的时候 顾南婷会回这里来住 今天不好打车 要不你跟我一起 我们晚点走 不用不用 今天很开心 谢谢款待 承霄拿起单肩包 再次跟秦玉华挥挥手 顾南婷送她出门 以后 还会有机会的 回身告别这院子里的灯火 和孩童玩闹的笑声 承霄将视线聚焦回眼前的男人眼里 在她的眼里 她看见了自己 顾南婷 中秋节快乐 我来说 我们要带她的灯火 上一步 我来说